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空军于卓18日表示,中国战机通过对马海峡上空,除了闯入南韩的防空识别区,并与日本海上空进行训练,这也是中国战斗机首次通过日本海上空,中国空军强调此次训练完全合情合理,还直接呛声,日本海不是日本的海。 据NHK报道,中国军方昨日派出SUV-30战斗机H-6K轰炸机以及其他侦察机组成编队,飞过对马海峡后有史以来首次与日本海进行军事训练,中国军方表示,这次训练应对了外国军机的干扰,达成了既定训练目的,提升了远洋机动能力。 另外,中国空军于微博帐号空军发布上发表新闻稿强调,此次训练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地区和目标,由于对马海峡属于非临海海峡,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,所有国家均享有航行自由。 因此,中国空军飞越对马海峡赴日本海国际空域远洋训练,合法、合理、合情,还直接呛声,日本海不是日本的海。 对此,南韩军方的共同参谋本部发表声明指出,中国五架军机于18日从东海起飞,闯入苏延交上方的防空识别区,而日本防卫省表示,五架军机通过九州的对马海峡上空,并在东海与日本海间不断来回飞行。 航空自卫队立即派出战机起飞应对,报道指出,中国过去虽曾派遣轰炸机与侦察机飞行,但战斗机通过却是前所未有,五架飞机通过日本海后掉头返回东海并未侵犯日本领空。